啊 哈哈 你們果然來了 前幾天我掐子一算 便知你們幾日會來的來訪啊 果然是被我給等到了 怎麼 這回你們有什麼貴師 前輩 事情是這樣的 我們在追擊一名妖人之後 意外得到火圓寶塔這寶物 此風姑娘說我們可以靠此物靈氣入地界 尋找九一天尊之見 啊 什麼什麼 老夫年紀大 你們年輕人這麼說話 老夫一點都聽不懂 殷大哥 你噼哩啪啦的講那麼許多 張伯伯又不知道其中經過 他老人家哪能聽得懂 我看還是由我來說吧 啊 啊 原來如此 沒想到我自從當著你們下山之後 竟然遇到這許多變故 盤田裡一戰 我未聞其訓 沒人去駐師兄一臂之力 唉 這也是天意吧 當時事起倉促 上大派又是有備而來 弄飛進行忽然出現 斬殺紫雲 通空兩派掌門 當日之士 就不可能就如此而已 唉 真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 人心肩餓至此 之後 民門正派的三大派 和嗜邪 唉 又有什麼差別呢 唉 可嘆 可嘆 前輩說的是 張伯伯 咱們不提這個了 話說回來 你可知第一界路口在哪裡嗎 人間還有著不少第一界路口 只是大多十分隱蔽 如果要一一尋去 只怕一年半載也找不到 老夫所知唯一的第一界路口 好像是位在 船中古墓 扶桑的底下 扶桑 四川與三谷連綿 林木遮天文明 而密林深處 多陰煞瘴氣 時文有妖魔義物出沒 你們也是知道的 在離青城山 時雨已出 有一個叫歸民谷的山谷 谷中長著一片 蒼天谷林 據說其中最大的一珠 就是扶桑 就能如此 這麼說來 我們得跑一趟四川了 先把老夫的話聽完吧 據古籍所在 扶桑底下 是一條極幽神的地道 直通地界天海 這條地道陰暗無比 尋常燈竹也無法照明 一旦在裡面迷失 便是死路一條啊 不過古籍中也提到 那地道中充滿幽魂散破 如果有自保禮火珠的話 便可引魂激勵 轉陰煞為幽火 也只有幽火 才能照亮這幽民軌道 啊 當年師父向我細說 他所收藏的諸多法寶石 便曾提到禮火珠這個名字 想必還收藏在盤天裡的某處 那便妙急 師兄年輕之時 幾號尋覓珠般法寶 禮火珠弄在他的收藏之中 那是絕不為奇 只可惜師父知道閒事 都沒來得及告訴我 那場寶庫的所在 看來我得回盤天裡 好好找一找才行 事不宜遲 你們趕快去吧 我也得再跑一趟中原各派 見邪想要讓師友復活 時事非同小可 就算他們再怎麼懷思嫦惡 此刻也得捨棄成見師院 合力應付眼界的大難才行 雖然他們未必派得上用場 不過諾雅應付在各地 蠢動的妖魔 讓他們去倒也合宜 那麼有勞身影前輩了 啊!好說好說 咱們這就各自動身吧 希望下次見面時 咱們彼此都能有捷報 多謝前輩 晚輩告辭 風姑娘怎樣 不行 我把師父的房間和所有可疑之處全方便了 半點住室馬跡都找不到 師父的藏寶寺即是隱密 我在旁田裡住了十幾年 從來沒有發現過什麼機關暗門之類的 唉!這下早起來可有得累了 風姑娘 尊師臨終前所說的四項法儀可有什麼含義 四項門所用方位製成一套 和一般奇經八卦大大不同 四項法儀便是依此推演的 一套儀形換位的口訣 四項門弟子都會製造法儀的 風掌門 一憑正之見 貴派的四項法儀 可能和我們陰陽師的六任式法盤有些相似 既然上面記載的都是方位陣形 如以貴派口訣來加以暗動 或許能觸動什麼機關 也說不定 嗯!我倒沒想過這一層 然而盤天井上到處都是四項正途 大大小小的有幾十處 一一查起可要花點時間 天色也晚了 今晚大夥就先在這裡過夜 我明日再請師弟們 徹查一遍所有的四項正途 大家以為如何 即使如此 那就到老一晚了 在這九要自聽後面有一批客房 平時是給來訪的各派起訴 長輩你們用的 大夥今晚就算那裡好了 有什麼事 儘管向門人吩咐 你們可是我的貴客 千萬不要客氣 封姑娘也累了一天了 咱們就早點安息吧 不要礙了人家休息 是啊 不過唯獨英賢帝 你不可太早安息啊 然月格的月色 一個人獨享 太可惜了 別浪費今夜的良宵 善光大哥 你又來消遣人家了 誒 不說 善光老兄啊 你把事情說得這麼猛名 他們反個不好意思 這 豈不是大幫倒忙 咱們只裝作不知 大睡其覺便時 啊哈哈 還是仙宇前輩有見識 呃 大夥們都聽到了 咱們回房休息去吧 走吧走吧 是啊是啊是啊 子豐姐姐 那咱們先回房咯 呃 封姑娘 剛才還大夥說著笑的 你 你可別太在意 我明白 櫻大哥 你也好好安歇吧 那 那你 嗯 呃 呃 呃 嗯 你們都聽到了 我的朋友們 今晚就住在迎賓閣 飲食招待等等 去得殷勤周到 不可待悟 知道了嗎 呃 是 唉 夜色這麼清涼 我卻翻來覆去的 日睡不著 好像心裡 不知為何 為何的煩亂不已 不會是有什麼事要發生的吧 放在這裏 潺門失禮 違罪不想要的東西 結果 最後我還是得住在這個上面 如果大師兄 不跟我爭這個 如果當年的產世沒有發生 或许师父现在还好好的活在人间呢 结果 我是再也看不到师父 坐在这世以上的模样了 师父 你的灵魂还在这里吗 师父 你就这样突然先去 徒而长处间接了掌门一指 实施惶恐万分 莫逐图人眼睛四浅 不足单指大刃 眼下见血不日 便会复活赤油这个上骨血神 人间前途多烂 唇面尚在未卜 师父 你老人家在地下 可得保佑英大哥 能带我们打倒是血 保得人间平安存续 凤姑娘 英大哥 怎么了 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 该不会是身体不适吧 不 只是不知整的 就是没有半点睡意 首先来这里想点事情 英大哥 你呢 啊 我也是 想是今晚房里有点闷 上官兄的憨声又格外起劲 所以决定起来走走 没有爱着你吧 这里没有旁人 对我说话 不用这么见外 英大哥 既然你也睡不着 那么 陪我说点话好吗 好啊 凤姑娘 你 你想聊些什么呢 英大哥 你答应过我 当我们独处时 要叫我月儿的 啊 我 我记得 只是平时叫凤姑娘 叫惯了 一时改不了口 其实 当在木轎一站 我就听见你叫我月儿了 啊 因为 因为那时你 弄施展进阀 心痛自杀 我 我为了阻止你 情急之下 这我当他明白 不过 当时我听到你 这么叫我的时候 我 我 我真的是好高兴 也幸好 那时我没有死成 不然 就再也听不到第二次了 嗯 所以英大哥 现在 是不是能 再叫我一声月儿 我 我真的很喜欢 听你这样叫我 月儿 我 月儿 那 哥 怎么世界 不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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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年以来 对方公式寂寞 实力们 抵挡不着 已被他们攻入 英日馆 前掌门的世界 尽快 退避 有这种事 我也不早点通知我 敌人似乎对盘天里的地形十分熟悉 一开始居中切断阴日关和紫绣殿的通路 然后反向包子号回来 我们三面被围死伤沉重 交心未死的只能分头逃出 我好不容易逃进阴日关内 赶着来想咳咳咳 咱们死且暴虚 咳咳 英大哥一定是航无杀那剑人 他是冲着咱们来的 你快去叫醒大火 咱们合力抗敌 这回一定要航无杀血在血藏 骑士帝 骑士帝 哼 死到零头 还想要我血在血藏 真是天真的可以 寒无杀 果然是你这没死成的妖女 英大哥 我们两个对付不了这许多 你快去叫醒大火 我来挡住他们 胡说 这许多敌人 你一个人挡得下来 还是由我来断后 你去向大火暴训 英大哥 留下了断后的必死无疑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你们这小两口真是情深义重 老是真的谁要先死 反正我今日就要写起潘天岭 你们谁先归天 不都一样 月儿 既然咱们谁也不愿先逃 我看 霍鲁一起和他们大战一场 胜算还来着大县 而打斗生 也定乱会引起子风姑娘他们的注意 只要他们赶来复原 咱们 未必会输 没错 英大哥 就算是死 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 月儿 哎哟 小两口 多亲密啊 想同生共死 好 我就成全你们 那你们一起归天吧 上 哦 我们来也 还好我们没来玩 英公子 凤姑娘 你们都没事吧 我们没事 你们来得就好 这么一对敌人 但屏幕两人 实在应付不了 又是你这妖女 竟还敢在自己找上门 之前被你逃掉 这次 我一定要亲手为兄长报仇 看来韩无杀这次 是世才必得 带来的妖魔 进阶 林猛精强 大伙可千万大意不得 哼 既然你们全都到齐了 我也不能再袖手盘观 临死吧 不对 这韩无杀和尚回交手时大大不同 我连翻 几次猛砍 似乎都没有伤到他分好 他会不会和那鬼魄失望一样 有什么护身尽致护身 嘿嘿 你们此时便已察觉到也不算太蠢 就告诉你们也无妨 王主赐我一件护身法宝 叫做三破鬼眼 只要我有此物在身 任何剑法 咒術 都伤不了我 糟了 听说三破鬼眼 是极狂魔地上的凶眼 淬炼而成的鬼物 植物内树无数的邪魂力气 诸位挡 诸位挡却 并任术法之己 他身上既有此物邪物 这么要赢 怎么很难 那他再如何厉害 我就不信 用本派的智洋剑气 破不了这鬼物 殷公子 有许多神兵魔器之人 远非能力所能及 运贫无益 我以为 咱们还是先退再说 可是这九号之听后 通租客房租室 并无后门道道可通外头 其实想退 也无路可退 嘿嘿 我花了这么大功夫 夜袭赢日关 本就是要将你们一网打尽 难農得你们生离 既然如此 大伙不能在此尽数覆灭 咱们合理 杀出一条血路 能逃几个 算几个吧 上过脑地 咱们两个 就打偷证吧 不 事情还不支持 师傅的确说过这九号之听底下有个秘密宝库 不只如此 我会招着宝库 还有通往山下的密道 如果我能找到宝库的机关 一切就还有得做 只可惜韩武杀是婆娘 违法好心让我们慢慢找 如果你现在想不出来 咱们就得陪你到西天慢慢想了 等等 那机关的所在 四项法 移 我明白了 如果机关是在大厅里的话 一定是在那里不会错的 你想出来了 嗯 我想这八九不离死吧 殷大哥 咱们一行之中 就只有我知道四项法移启动机关 非我不可 大伙帮我打一会儿 我这就去启动机关 知道了 咱们就去帮你料阵 玉座上的石雕可以暗动 果然是这里没错 香 虚 化 硕 也有这回事 可恶 也能让你们得逞 大伙何力挡住航武杀 被让他冲过去了 尘了 原来命到入口 正在这里 没到的机关和入口都在掌门石桌上 这一人令人意想不到 好极了 大伙赶快退入地下 可恶 事到如今 只好用邪咒 把你们全都烧杀于此 烈 智 风 煞 且慢 这 这是 我的伤破鬼眼 在天法雷黄针法之前 没有不能破的鬼屋邪证 你的护身静置已经没了 如果思想的话 就快快离去 居然会有这种事 你们 你们给我记住 啊 这场仗还真是惊险万分 是啊 姓儿子风大姐又记住他私房法宝 不然那寒武杀还真是难对付 不过子风大姐啊 既然有这种 这种法宝可要 你为何不一开始就说清楚 咱们这场仗也不用打这帮心惊胆战 飞也 我刚才是骗他的 关凭风雷境遇 还毁不了三破鬼眼 只能使他暂时失去效力 三破鬼眼的协力 不用半住相的时间就会回复 这只是逼他退走的权宜之计 即使他发现自己被骗后 再次找上门来 那时咱们已退入地下 他也无可奈何了 子风姑娘 此际着实妙计 不过还无杀我三破鬼眼护身 总是咱们将来的大患 难道就没有方法可将他毁掉 三破鬼眼 念至极难 要将他回去自然也非易事 据我所知 只有威力强大的神兵 才能克制三破鬼眼的妖力 至于 要将他回去 只怕被一时上课可乘 殷大哥 子风姐姐 现实在保护中 收藏有他老人家毕生的珍藏 其中不法各式神兵法宝 子风姐姐 咱们这就下去看看 或许能找到什么 何用的宝物也说不定 说的也是 咱们这就下去 发现黎山前辈的收藏吧